請看526頁 倒數第三行 那麼接著要來看的就是這個16種外道的論當中 那麼第15種 忘記親近論 這個就是它有這樣的虛妄分別 那麼執著這樣是親近的 這樣子就是忘記親近 那我們看這個文 忘記親近論者 未如有依 若沙門 若婆羅門 豈如是見 立如是論 若我解脫 心得自在 觀得自在 名為親近 他說這樣的邪見的人是誰呢 就好比有一個人 他或者是沙門或者是婆羅門 那麼他升起了這樣的見解 然後又宣揚了這樣的理論 怎麼講呢 他說假如我解脫的話 這個解脫就是他的看法 我解脫 那麼怎麼解脫呢 就是因為心得自在的關係 這是一類 其次就是觀得自在 還有呢 或者說呢 我解脫了 那為什麼 就是觀得自在 那總之呢 這樣的境界呢 就叫做親近 所以什麼是親近呢 就是解脫就親近了 那怎麼叫解脫呢 就是心得自在 這是一類 其次呢 就是觀得自在 那這兩種呢 等一下後面會講 那我們先看這個解釋 若我解脫心得自在等者 亦未解脫於人去中 聚身潰乏 機可等苦 生諸天宗 於廟五欲 眾任自在 隨欲自在 世民心得自在 他這邊呢 就解釋了 什麼叫做心得到自在呢 就是說 當你解脫這個人去中 就是這個五去的眾生裡面呢 那屬於人 這一類的眾生 就叫做人去 那麼人去當中呢 有種種的苦 這個苦呢 不外乎呢 就是他這邊講的 聚身匱乏 這是一個 還有呢 就是聚身的飢渴 就是你在人這個環境呢 就會有這個問題 生來呢 就會匱乏 所以你就必須要去追求 這個種種的物質 讓你呢 讓你呢 沒有這個匱乏的問題 其次呢 他會飢渴 肚子會餓 那麼必須要吃東西 這個生來就會這樣子 一生出來呢 就開始要吃 沒有說呢 生了就不用吃 所以就會有這個飢渴的這個苦 那這個人當中呢 就是 也就是為了這個飢渴 為了吃東西 還有呢 為了避免這個匱乏 那麼你呢 就是要很忙碌 那麼這個呢 就是有種種的苦 今天呢 假如你解脫了這樣的問題 解脫了這個問題 那麼怎麼解脫呢 就是生到天當中 因為你在天上呢 沒有這個問題 天上的話 他呢 不會受到這個匱乏 還有飢渴的問題 因為你沒有 在人間呢 你沒有工作 沒有去追求這個食物的話 你就會飢渴 去天上呢 不用這樣子 你在天上呢 就是對於這個廟五欲 這個人間呢 也是有五欲 但是呢 靠你追求而來 那天上呢 不用 天上的五欲呢 就是你果報 自然帶給你這樣子 你要吃東西呢 這個環境呢 他就給你 你不需要去製造 你要想用任何的東西 都不需要製造 他呢 天的環境就會給你 所以天的五欲呢 是最好的 叫做妙五欲 今天呢 升到天當中呢 對於這樣的五欲 你可以放縱 放任你的心 那麼呢 隨意的去享用 這個呢就是自在 就是自在 如果你在人間呢 當然你還必須要去追求 那就不自在 你想要享用 但是呢 要靠追求才能夠有 所以從這一方面來說 這樣的五欲呢 還不算自在 到天上的環境呢 就是隨你的意 放任你的心去享用 然後呢 隨你的欲 五欲 也可以得到自在 這是兩種環境 這是兩種環境 在天上呢 在欲界天呢 欲界天的話 就是前四個天 等一下也會講 前四個天呢 你的五欲 是靠果報給你的 那麼這個 那麼這個 第五層跟第六層呢 就是靠變化的 你要什麼 想用什麼這個五欲呢 自己變化就有 不是靠環境給你 還有這個差別 那麼這個呢 就是心得自在 所以這個外道 它是這麼認為 我解脫了 那怎麼叫解脫呢 就是解脫這個 人當中的 這一個苦惱 那麼生到天上 當我生到天上之後 不管去哪一天 我呢 放縱我的心去享用 或者隨我的心意 我可以變化 種種的五欲 來讓我享用 那麼這個呢 我的心呢 就是得到自在 那麼這個是最殊勝的 一種解脫 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心得自在 就叫做解脫 以自在呢 作為這個解脫的 的這個條件 那麼其次呢 獲父解脫 憂苦喜樂 諸下地受 身出盡律 獲至第四 世民官得自在 那麼這是另外一類的外道 他認為呢 這樣就是解脫 以官得到自在的話 這個官呢 當然還是以心為主 以心為主 就是你的分別心 分別心呢 那麼得到了自在 這個呢 就是官 那麼怎麼樣使令官得到自在呢 就是得到禪定 你得到禪定之後 那麼呢 對於這個 這個 等於對於這樣的境界呢 你對於這個欲界的欲 破除了 那麼生道的初境律 乃至呢 生道的第四境律 就是初禪到第四禪 那麼這個時候呢 你的心呢 因為有禪定的力量 而得到自在 這個呢 就是官得自在 這個官怎麼自在呢 他說或者呢 解脫這個憂苦喜樂 這個憂苦喜樂呢 它是什麼 就是下地的受 這個下地呢 下地是對照上地來講 有分上跟下 有分這個上跟下 它是對比的 那麼受呢 就是感受 這個在黑板上有寫 以佛法來講呢 這個受呢 有五種 在佛法來說呢 這個眾生的受 就是這五種 五種受 那麼哪五種呢 第一個是憂 這個憂呢 就是憂愁 會有憂愁的這樣的感受 第二個呢 就是苦 第三個呢 就是喜 歡喜的喜 然後呢 樂 快樂 最後呢 是捨 這個捨呢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這個不苦不樂 就叫做捨 它是屬於平等的 當你有苦的時候 心呢 是動亂的 那麼有快樂的時候呢 還是動亂 今天呢 不苦也不樂 不苦也不樂 這個捨呢 就是平等的一種感受 所以獨來說呢 就是有這五種 那麼這五種呢 這五種來說 這個憂是什麼地方才有 慾藉才有 就我們這個環境呢 慾藉才有憂 那為什麼慾藉會有憂呢 因為慾藉有慾 慾藉呢 有這個慾灘的這個煩惱 所以只要有慾的話 那麼他就會帶給你憂 所以慾藉是有憂 那麼今天呢 他說捨掉了下地的獸 那麼呢 第一步呢 是捨掉這個憂 憂就是下地的獸 為什麼說下地呢 因為在這個慾藉來講 慾藉如果對照射界來講 慾藉是下地 那麼射界呢 就是上地 在環境來說 這個地方呢 是屬於最差的地方 那麼呢 所以首先 我們要捨掉慾藉的這個憂 那怎麼捨呢 你要得到出產 出產呢 他能夠斷除這個憂 出產斷這個憂 所以當你得到出產的時候 就是捨掉了下地的這個憂 的這樣的感受 為什麼出產能夠斷憂呢 因為出產我們可以破除這個憂 當你的這個憂破除的時候 連帶這個憂就沒有了 所以出產是斷憂 那麼二產呢 一樣 二產是什麼 也是進一步呢 你如果有產定更深深入的話 到了二產 二產呢 他是斷這個苦 斷這個苦 那這樣講呢 出產有沒有苦 出產 出產來講的話呢 這個苦是怎麼來的 苦其實呢也是一樣 有慾的話就有憂 那麼有憂呢就有苦 有慾的話 所以有慾呢也是有苦 有慾的話也是有苦 這樣講出產已經斷了慾 可是他卻沒有斷除這個苦 那差別在哪邊呢 就是像我們在人間你修禪定 得到出產 但是這個肉體上多少呢 還會有一些苦 比如說呢這個蚊蟲來咬你 那麼這個呢也是一種苦 但是他這樣的苦呢 並不是由育而來 或者你身體會疲累 那這樣子呢也是苦 可是這樣的苦呢 不是由育而來的 所以在出產的話 他還是有苦 所以得到出產的人 還有這樣的感受會苦 可是你如果說 出產成功了 將來死掉了之後 生到這個飯天 那個環境呢 雖然沒有斷苦 但是苦是不現行的 所以在人間得到出產的話 還是有苦 那麼生到色界天出產的話 他就沒有苦了 他是沒有苦 但是不能說他已經斷了苦 是差別在這邊 所以到二禪才斷苦 然後呢 這個苦來說呢 他也是屬於下地的壽 也是下地的壽 那麼其次呢 三禪是斷喜 三禪是斷喜 這個喜呢是二禪才有 二禪以下都有喜 那麼有一天呢 你如果成就了二禪的話 你的這個喜呢是很殊勝的 可是呢殊勝了一陣子 你會覺得說這個喜 還會擾動我們的心 那這個時候呢 你不高興這個喜 想要把這個喜給捨棄掉的話 那麼你進一步呢 就可以進入到三禪 所以到三禪的時候就沒有喜了 那麼呢三禪呢 再進一步呢 就是到四禪 四禪是斷什麼 斷這個熱 這個熱呢 是三禪以下才有 三禪以下 所以對照四禪來講 這個熱呢 也是屬於下地的一種感受 因為三禪以下都有 那這個熱呢 就是以三禪來說 他是最殊勝的 在三禪的熱當中 最殊勝的熱就是在三禪 所以你要進一步到四禪的話 一樣也要把這個熱給斷除 因為他也覺得說這個熱也擾動他的心 心呢在歡喜的時候 在快樂的時候呢 他也是一種動亂 所以進一步到四禪呢 他就不願意這個熱 所以說呢 到了四禪剩下什麼 就是剩下這個捨 四禪以上呢 唯獨只有捨 捨受 從四禪開始到這個 無色界的這個四空定呢 他都剩下這個捨受而已 所以就眾生的這個絕受來講 或者說感受來說呢 欲界有憂有苦 當然喜樂呢也是有 所以呢都是下地 到了二禪的時候 到了初禪的時候就沒有憂了 但是呢還有苦還有喜還有樂 那進一步從初禪到二禪 連苦也斷掉了 剩下喜跟樂 再進一步到三禪呢 連喜也把它斷掉 剩下樂 所以三禪的樂是三界當中最快樂的 最殊勝的 那麼再進一步呢 到了四禪連快樂呢 也把它斷了 就剩下舌 所以舍受呢是四禪以上的 那麼他這樣講呢 就是因為解脫了憂苦喜樂 這個種種的下地的感受 然後呢你就會勝到 初禪 二禪 三禪 一直到四禪 所以這個禪定呢 禪定來講 為什麼會有這四種禪的差別 初禪到四禪 他的差別呢 就在於他的受不一樣 這個在這一部論的後面會講到 這四種禪的差別呢 佛根據什麼來安利的 就是根據他的受不一樣 受不一樣 還有呢就是他的定的深入 其實受不一樣呢 當你定越深入的時候呢 他的受就會不一樣 所以說呢就是因為解脫這四種下地的受 才會有這個四種禪的分別 那他也講就是後面也會講到 剛剛說的初禪他沒有斷苦 可是呢苦假如生到初禪天的話 苦呢是不現行的 他說如果苦在初禪也斷了的話 那麼初禪跟二禪呢就是沒有差別了 就會變成初禪就等於二禪了 所以說呢一定到二禪才斷苦 初禪呢還不能斷苦 那麼這個呢就是這當中的差別 所以說呢什麼叫觀得自在呢 就是你的心有力量 那麼怎麼有力量 就是得到禪定 你的心呢能夠隨意自在 那怎麼樣得呢 就是你要解脫這個下地的受 下地的受 下地的受 像我們慾界呢有慾嘛就有優 那麼你如果不願意受到這個慾 來擾動你的心 使令你的心呢激進下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能夠進一步到初禪 到了初禪之後一樣 初禪呢他的心呢 當然對照慾界來說 他是比較激進 可是對照二禪來說呢 初禪的心是又不激進的 所以說他這個時候 如果要進一步再讓他的心更安靜的話 他呢就要深入到二禪 乃至呢三禪四禪 所以到了四禪來說 這個心是最激進的 那麼這個呢就是觀得自在 只要觀得到自在呢 就是解脫了 那麼這一個就是清淨 這是這個外道他們的看法 就是這樣子 什麼叫做清淨 就是我解脫了 那麼什麼叫我解脫呢 隨我的意 我如果自在的話 那麼這個就是解脫 怎麼樣自在呢 一個就是我的心 我怎麼樣 隨我怎麼樣享受 我都可以享受 那麼這個就是自在 或者呢我得到禪定 可以到無色 可以到這個色界天 那麼這樣子也就是自在 那麼下面呢 他再進一步 這個原文呢會講 什麼叫心得自在 位於諸天唯妙五欲 兼鑿色受 息息餘樂隨意受用 適則明德憲法涅槃 第一清淨 就是他這個外道呢 他這麼認為 假如我在於這個諸天 就是這個玉界的諸天 有六個天嘛 那麼這個六個天當中 他們所享用這種 微妙的五欲呢 今天我在這個地方 能夠兼鑿色受的話 就是我能夠射受 很堅固的來射受這樣的五欲 就是我得到了這樣的五欲 那麼隨順我的心呢 我在這五欲當中 遊戲、娛樂 隨順我的意 我怎麼樣受用呢 都可以 這個就叫做憲法涅槃 得到了憲法涅槃 這個憲法呢 就是憲在 憲在這 什麼叫做法呢 五欲嘛 射受想行事 這個就是法 就是我們眾生的果報體呢 唯獨只有這個五欲 那麼現在的五欲呢 就是憲在的果報 就是憲身呢 我就得到涅槃了 那麼這樣的涅槃呢 是最第一的 最親近的 這個就是心得自在 這樣的外道 他怎麼樣認為 這個涅槃呢 其實在佛教 佛教之前 涅槃在印度當中就有這個詞 就有這個名詞 那什麼叫涅槃呢 就是這個火呢 你把它給吹熄了 就叫做涅槃 涅槃的本意是這樣子 這邊有一堆火 或者你點個蠟燭 那麼你把這個火呢 把它給吹熄了 就叫做涅槃 所以什麼是涅槃 就是滅 滅除就叫做涅槃 本意是這樣子 那麼在印度的這一切的外道呢 他把這個涅槃 引申為最崇高的境界 最殊勝的境界 就叫做涅槃 那麼後來佛法呢 這個佛成立了這個佛教之後 也把這個詞拿過來引用 那麼什麼叫做涅槃呢 就是以佛法來講 滅除了一切的煩惱 滅除了一切的涅 那麼這樣子最殊勝的境界 就叫做涅槃 所以他們外道呢 也是講涅槃 但是呢 跟佛法所說的涅槃 意義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認為 在這個五欲當中 我只要很快樂的去享用 那麼這是最殊勝的 所以我現在就得到了涅槃 因為呢 這是他的認知當中 最崇高的一種環境 所以呢 也就是第一親近 那我們看這個解釋呢 為於諸天為妙五欲 兼著色授等者 此中諸天為欲戒天 這裡的諸天呢 就指的是欲戒天 因為這邊主要是講欲 於諸天中 從四王眾天 乃至知足天 現住欲臣 富貴自在 眾妙五欲 甚可愛要 唯發喜樂 在這個諸天當中呢 就是欲戒的六個天當中 那麼首先呢 從最下的這個四王眾天 就是四天王天嘛 一直到知足天 就是這個多率天 就是前面的下四層天呢 那麼他們怎麼樣呢 他們是現住欲臣 就是他們的這個天的果報 在現在當中呢 他們就是安住在種種的欲臣當中 這個欲呢 他用臣來形容 就是他們享受的這個物質呢 是很殊勝的 很多的意思 那麼很微妙的意思 然後是富貴自在 因為他這個環境呢 天的果報他不需要去創造 與生俱來就能夠有這樣的 微妙的五欲來讓他享用 所以是富貴的 那麼自在呢 隨他的心他怎麼樣想 那麼這個欲臣呢 就能夠生出來給他 所以這個眾妙五欲呢 是非常可愛的 那麼讓人呢 歡喜在這上面 其次呢這樣的五欲呢 他唯獨能夠發出來 這個天的喜樂 就是你在這樣的環境呢 享受這樣的果報 那麼你的一生當中 什麼心就是喜樂 他唯獨帶給你喜樂 就是你怎麼樣 心怎麼樣生呢 就是喜樂心而已 為什麼 就是因為靠這個五欲給你的 所以呢 以天來講呢 他五欲就是給他喜樂 但是人間就不一樣 五欲呢 有時候也會給我們苦惱 這個就有差別 恆為是樂 牽引其意 以度其時 那麼這個天呢 天的果報呢 他橫長的為這樣的樂 來牽引他的心意 就是他的心呢 常常呢 也可以說橫長 在他一生當中呢 橫長受到這樣的快樂 把他綁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享受這個育成而已 享受育的話就有快樂 那麼一生呢都在享受 所以一生呢就是快樂 快樂為這個育的快樂所牽引 然後呢來度過他的時間 看他的壽命呢有多長 他就是受這個樂 他就是受這個樂 的這樣的牽引 那麼呢就是度過這樣的生命 如前有尋有勢地說 在這個第四卷呢有講到這一段 那麼這個呢 世民於廟五欲 奸著色受 息息於樂 這一個呢就是這個意思 在微妙的五欲當中呢 那麼你的心呢 這個五欲呢也是堅固的 使令你的心呢也是堅固的 堅固的執著在這個當中 那麼為這個欲所色受 在這當中呢去享樂 這個叫什麼 就是使為重任自在 重任自在呢就是這個意思 放縱你的心 放任你的心 來享受這樣的快樂 又樂化天 便化欲成富貴自在 這個樂化天呢就是欲界的第五層 樂化天 這個樂化天呢為什麼叫樂化呢 因為他是靠變化的 他的欲成呢 同樣他要享受嘛 他的快樂也是靠欲成給他的 可是他的欲成呢是他自己可以變化 前面來說呢前面那四個天就是果報 果報這個環境呢會生給他 但他自己呢沒有變化這種事 到了樂化天呢就不是了 他自己就可以變化種種的這個五欲 然後呢經由這個讓他得到這個富貴自在 這是樂化天的這個情形 那麼他化自在天 由他所化諸欲成故富貴自在 這個呢就是欲界的第六層 他化自在天 他的欲成呢也是變化而來的 但是呢跟這個樂化天有差別 樂化天的欲成呢 你變化出來的 就是唯獨你自己可以享受 別人不行 那麼他化自在天呢 不但自己變化的可以享用 別人變化的他也能夠享用 所以呢由他所化的這個諸欲成呢 自己的也可以 別人所變化的也可以 那麼他呢享用之後 也是在這個環境當中得到這個富貴的自在 這個呢就是兩種天的差別 所以以這個享受五欲的境界來說呢 他化自在天的五欲 是所有的欲當中 它是最殊勝的 如前有尋有四弟說 同樣在前面呢也講到 世民於廟五欲隨意受用 那麼這一個呢就是解釋 這個在這個廟五欲當中呢 隨意受用 前面這個原文呢有講到嘛 這個唯廟五欲呢 兼著色受 息息與樂 這個指的呢 就是欲界的下四成的天 那麼對於唯廟五欲呢 隨意受用呢 指的就是這個樂化天 跟他化自在天 所以這是兩種的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這個呢就是此謂欲自在 前面呢下四成天呢就是重任自在 那麼樂化天跟他化自在天 就是欲自在 因為他的欲呢又更殊勝 他的這個自在的程度呢 比前面的四成天還要高 依此祭為憲法涅槃第一清淨 那麼今天呢就是這個外道 他這麼認為我只要升到欲界天 對於享用這唯廟的五欲呢 得到了自在 那麼這個就是涅槃的 就是清淨的 那麼這是第一類 那麼下面呢就是第二種的 觀得自在的 又有外道 又有外道 其如是見 力如是論 若有禮欲 惡不善法 於初禁律 得聚足柱 乃至得聚足柱 第四禁律 是以民得憲法涅槃第一清淨 那麼這一個呢就是還有一類的外道 他同樣的起了如是的見解 那麼又成立了宣揚了這樣的理論 他怎麼講呢 假如有遠離這個欲 還有遠離這個惡不善法之後 使令你在於初禁律 能夠聚足來安住這樣的環境呢 這個就是得到初禁 得到禁定 那麼這是一個 一直到呢 你能夠在第四禁律 就是在第四禪呢 也可以得到聚足柱 就是聚足了這樣的環境 所應該具備的條件 你要斷哪一些的煩惱 你要調伏哪一些的煩惱 那麼使令你呢 可以得到這樣的境界 你都具備了 那麼使令你真實的 進入到了這樣的境律 這樣的禁定當中安住了 這個呢就是聚足柱 今天能夠到舍戒的初禪 一直到舍戒的第四禪呢 這樣的環境也可以叫做憲法涅槃 那麼呢 他也是最第一最親近的 所以簡單講 前面呢就是在玉戒天 就是涅槃 那麼第二類的外道呢 就是我到舍戒天的話 那這個呢就是涅槃的 就是最親近的 這是這兩種的差別 所以心得自在就是生到了玉戒天 就自在 那麼觀得自在呢就是生到舍戒天 就是觀得自在 那麼我們看這個解釋 若有禮遇惡不善法等者 煩惱欲因所生種種惡不善法 如生惡行與惡行等 明遇惡不善法 他說呢 這個由煩惱欲為因而生的 這個種種的惡不善法 這個在玉戒才有 玉戒呢有這種惡不善法 那麼什麼樣的惡不善法呢 就好像生的惡行 比如說殺生偷盜邪淫 或者雨的惡行 這個望雨啊 兩舌啊 其雨啊 還有這個惡口 那麼這個呢都是屬於惡行 那麼這樣的惡行是怎麼來的 就是由慾而來的 有慾就會有這個惡不善法 那麼慾又怎麼來呢 慾就是因為煩惱 你有這個煩惱的心 煩惱本身就是慾嘛 那麼你因為有煩惱有這個慾 他呢就有這樣的機會 會去造作這種種的惡不善法 所以這個是什麼 就是慾與惡不善法 表示呢惡不善法 都是由慾而來的 那麼今天呢由斷筆固 說明禮慾惡不善法 假如有一天你可以把這個煩惱欲 給斷除的話 那麼呢就叫做禮慾惡不善法 因為你遠離了慾了 你就不會因為這個慾 而有這個生的惡行 口的惡行 所以這個惡行呢也就是消滅了 那麼今天呢離了慾 離了惡不善法 就是這樣子 於意所緣 系念極境 正省思慾 顧名禁慾 那麼什麼叫做禁慾呢 這個禁慾是新的翻譯叫做禁慾 舊的翻譯就是禪定嘛 那麼這個禁慾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於一個所緣的禁慾上面 這個心呢 比如說我們在玉界 玉界的眾生 我們外在的環境 就是這個禁慾太多了 禁慾多呢 就會使令我們的心到處去攀緣 所以呢 我們的心呢是能攀緣 那麼呢 外在的禁慾呢 就叫做所攀緣 就是所緣 這個緣呢 就是對照的意思 當我們的心呢去看外在的禁慾 這樣的動作呢 就叫做緣 那麼今天玉界的這個禁慾太多了 所以心呢常常就是亂 心呢就是亂 那麼今天叫我們修這個禁定呢 就是你要把你的心 安住於一個境界上 叫做呢 於一所緣 心呢你不要讓它到處跑 心呢把它控制在一個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呢 當然你要選擇 如果你的境界太多 心相對呢也會跟著亂 所以你要專注在於一個境界 然後呢 細念極盡 這個細念呢 細就是綁住的意思嘛 把你的心念綁住在於一個所緣上 然後使令它得到極盡 所以心呢一定是要活動的 心不能不活動 但是心在活動的時候 不能跟以前一樣到處去活動 你要把它控制在於一個點上面 這個呢就是於一所緣 然後呢把你的心念綁在這個一個所緣上 使令它安靜下來 那麼這個安靜呢 又不是說 像我們說呢 睡覺 睡覺的時候心呢也是安靜 但是呢這個時候心對於境界呢 就不明了 比如說呢我們現在很清清楚楚的 能夠看見一個事物 這個就是明了 那麼你睡覺的話 心呢就不明了了 因為這個事物你就看不清楚 可是呢今天修禪定呢不是這樣子 你修禪定的時候 心綁住在於一個境界 讓它安靜 可是呢你還要正審思慮 沒有顛倒 然後呢很詳細的去思考 去攀緣這樣的境界 所以說你的心呢還是清清楚楚的 不是跟打瞌睡 不是跟打瞌睡 分成的那一種不明了的心 不是那樣子 所以當你達到這樣的境界的時候 就叫做禁慮 所以禁慮呢就是禪定 簡單講是什麼 就是心呢清清楚楚的 但是呢它是安住在於一個境界上 而不動亂 心呢沒有跑掉 因為心是一刹那一刹那的 心在變化很快 那麼你一旦跑掉的話 不能夠相續在於一個地方 使令它安靜的話 那麼就亂了 所以今天修禪定 就是要讓心安靜下來 禁慮有四 這個禁慮呢有四種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初禁慮 一直到第四禁慮 初禪到四禪 那麼離身喜樂 是名為初 這個離身喜樂呢 就是初禁慮的境界 初禁慮有這樣的功德 就是離身喜樂 這個離身喜樂呢 就是它離開了慾 離開了惡不善法之後 所生出來的這種喜樂 我們慾界的眾生 慾界的眾生也有喜樂 但是慾界的眾生 它的喜樂怎麼來的 就是靠物質的享受 以人來講 你要去追求這個物質 那麼享受了物質之後 你就會有喜樂 天也是一樣 下四成天 是靠果報給你的物質 然後你就有喜樂 那麼這個樂化天 他化自在天 就是靠變化的物質 他也能夠得到喜樂 但是今天呢 你一旦得到了社界的初禪 這樣的喜樂 是內心帶給你的喜悅 帶給你的快樂 不是靠物質的 比如說我們肚子餓 那麼飯吃下去 就感覺到快樂 這個是物質給你的快樂 但是呢 初禪的話 禪定的快樂不是 當你離開了煩惱 離開了這個欲 離開了惡不散法之後 使你的心安靜的時候 它本身就給你很殊勝的快樂 這個呢 這個呢就是離身喜樂 這樣的快樂呢 超越欲見 享受物質的快樂 所以呢 這個是初禪才有的境界 就是離身喜樂 那麼其次呢 定身喜樂 是明第二 這個定身喜樂呢 我們講這個初禪呢 初禪就是由欲戒 欲戒進一步 把你的煩惱停止之後 把你這個欲惡不散法停止之後呢 就是達到初禪嘛 那麼當你在初禪的時候 你呢 還要時時刻刻的 繼續有這樣的分別心 什麼呢 因為你在初禪 它離欲戒很近 因為欲戒再上去 欲戒再上去呢 就是初禪 所以初禪呢 相對它離欲戒是最近的 那麼怎麼辦呢 它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我呢 要對於這個欲呢 要繼續的討厭它 就是初禪 它還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這個欲是不好的 我不能喜愛這個欲 我要去把這個欲呢 給降服 它恐怕呢 隨時還會有這個欲的心念升起 所以要這樣提醒自己 那麼這樣久了之後呢 它就會覺得累 我明明已經得到禪定了 可是呢 我在禪定當中 還要這樣提醒自己 那麼它就覺得累 那麼累了之後呢 它對於這樣的分別心呢 它就想要把它停下來 我不想再這樣子提醒自己下去了 那怎麼辦 它就必須要把這樣的分別心 停止 那麼當它把這個分別心停止的時候 它就進一步到二產 所以到二產的時候呢 就是它離開欲界已經夠遠了 它就不需要再提醒自己 這個欲有種種的苦惱這些事情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它沒有這樣的分別心了 所以它的心才是進入真正一個極淨的境界 那麼這個呢就是定 所以初產呢還是定 二產也是定 可是呢初產為什麼不講它是定生喜樂 因為初產它還要提醒自己 這樣的極淨的心呢 還不如二產 所以真正來講 心極淨的時候是第二產 那麼你一旦達到這樣的境界 因為它所帶給你的喜樂的這樣的心呢 又進一步了 所以叫做定生喜樂 這個呢就是第二產的境界 那麼再來呢禮喜妙樂 世民第三 這個禮喜妙樂呢 遠離了喜而得到最微妙的快樂 就是禮喜妙樂 這個喜呢我們剛剛講 當你到了二產之後 這個喜的心 歡喜的心是最厲害的 就是這樣的歡喜心呢是很殊勝的 那麼這個時候呢 因為常常的歡喜 常常的歡喜呢 他也會覺得煩 因為呢這樣的歡喜心 又擾亂了他 使令他的心呢 不能夠更安靜下來 所以他呢怎麼辦 他就要遠離這個喜 他就要把這個喜給氣捨掉 我不要這個喜了 那麼當他這樣去觀想的時候呢 把這個喜給放掉的時候 他就進一步到了三殘 這個呢就是離喜 那麼離開喜之後呢 剩下什麼 剩下樂而已 沒有喜了嘛 那麼呢只剩下樂 這樣的樂呢是最殊勝的 就剛剛講 一切的樂當中呢 這個樂的感受是在三殘 是最殊勝的 三界的快樂呢 就是這個凡夫這個世界來講 最快樂的環境就是三殘 他是離開了喜 而得到最殊勝的快樂 這個就是離喜妙樂 就是第三 那麼舍念清淨是明第四 這個舍念清淨呢 就是舍清淨跟念清淨 這兩種 什麼叫做舍清淨呢 這個舍就是氣舍掉了下地的諸壽 就是剛剛講的 你舍掉了憂 舍掉了苦 舍掉了喜 舍掉了樂 使令你的心達到一個清淨的一個境界 這個就是舍清淨 那麼念呢 什麼叫做念清淨呢 就是你在這個四殘當中 因為你沒有受到下地諸壽的 來擾動你的心 那麼這個時候呢 心是非常的極淨 對照這個下三殘來說呢 第四殘的這個極淨心呢 就是更深入了 這個呢 就是念清淨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第四殘 第四殘 先休息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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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休息十分鐘